那你已經做完了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你只要不要打錯任何一個字的話 基本上就OK OK之後的話呢 直接按一下上面的驚嘆號 驚嘆號就執行 如果說呢 你執行下去 他如果有錯誤的話 會馬上跳出來 他說工作紀錄 已經他要獨佔 所以我們如果有開啟的話 剛剛有做那個 這邊有做設計檢視 你把他關掉一下 要把他關掉再一次 OK 如果說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這個訊息的話 表示你的這個語法 是完全沒有錯誤的 你正要新增一列 如果是這樣子 是完全正確 那如果說你錯誤的話 比如說我姓名的地方 假如說我這邊value好了 很常犯的是什麼 value少一個s 有沒有 如果是value 你按執行 他會跟你講說 insert into 乘數式的語法錯誤 按確定 那他很聰明的地方 怎麼樣 他還可以幫你 sicle語法除錯 為什麼呢 他會把 油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value上面 那你就知道 原來我value少一個s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會自動幫你 做一個除錯的動作 values 那注入10類的 或者是工作時間 你少一個 少打一個字 工作10 這個不好 這也是錯誤 按確定 那他也會秀出一個提示 跟你講說呢 以下包含欄位名稱 有沒有 工作10 表示怎麼樣 他不知道這個欄位名稱 所以 在這裡 我有 以前我們常常在做這個這個 寫專案的時候呢 會蠻常用這一個 assess的環境來做什麼 seql語言的debug 那這個 assess的這個環境 目前為止應該還沒有比這個更方便的 那另外如果你assess這個環境熟的話 你再去操作那個seql server的那個client 或者seql server的那個環境 你也會發現 assess跟seql server長得非常的像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 算是 同樣父母親的嘛 都microsoft生產出來的產品 所以基本上 你把assess學好之後 再來學seql server 也很快可以上手 那觀念上面都差不多了 所以差不多 也就是你學了這些東西 都還有延伸性的空間 所以特別注意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邊呢 試著增加一筆看看 工作 這個是工作的時間 這個是工作的時間 打一個時間 打一個時間 最後insert一筆 是看一下 那再把table打開來看看 工作紀錄裡面有沒有增加一筆 有 那如果你已經增加一筆的話 那表示你成功了 ok 至少你要能夠 那試試看 換一個 比如說換一個table 你能不能很順利的 新增一筆資料 如果你這個部分是ok的話 你才有辦法進入到第三個階段 就是直接在什麼呢 在VBA裡面新增資料 如果你這個部分不行的話 那你可能在做的動作裡面 大概就還是會有問題 ok 那各位的話呢 我想先試試看 利用我剛剛所講的這個動作 來完成 那我再把這個 重點提示一下 就是說 查詢的部分呢 記得要是在那個 這個是查詢 查詢部分 在查詢裡面 使用鍵設計檢視 關閉 這邊有一個C口 在C口這邊 把它做一個練習 ok 畫面 這個 ok 畫面沒記 你們試試看 把這部分完成 成功 好